嗨大家好,你今天追求了嗎? 歡迎來到追求頻道,我是Alan 我是Jimmy 如果要說起世界足壇最具代表性的足球俱樂部 那皇家瑪德里肯定是很多球迷心中的不二人選 瑪德里是西班牙的手足和瑪德里自治區的首府 同時也是該國最大城市 由於位於西班牙中部,加上有曼薩拉雷斯和貫川市區 憂鬱的地理位置讓瑪德里早在16世紀就成為西班牙殖民帝國的政治經濟中心 現在和第二大臣巴塞隆納並列為國內兩大經濟中政 至於瑪德里和巴塞隆納的愛恨情仇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我們以後再專門做一集來講 紅馬成立於1902年3月6日 1920年時被當時的西班牙國王阿芳索13次授予皇家的稱號 同時在原本的隊伍上加上皇冠 而他們的主場就是鼎鼎有名 可以容納高達8萬1千人的柏納烏球場 紅馬可說是西班牙甚至是全世界最成功的足球俱樂部 球隊100多年的歷史中拿下了34次西班牙甲級聯賽冠軍 13次歐洲冠軍聯賽冠軍 3次週季杯足球賽冠軍和4次世界俱樂部杯冠軍 總共7次成為世界冠軍 不管哪一項數據都是世界最佳 在2000年的時候,FIFA為了迎接21世紀的到來 特意在官方雜誌、國際足總雜誌 舉行20世紀最成功的足球俱樂部投票 紅馬就以42%壓倒性的票數獲選 不僅如此,目前市值高達42.4億美金的紅馬 也是全世界擁有最多球迷的職業球隊 不誇張的說,全世界有好幾億的紅馬迷啊 紅馬還有一大特色,那就是在隊史100多年的歷史來 無論哪個時代,陣容永遠都是星光翼翼 像上古時代的歐冠五連霸 1960年代8年7冠的聯賽巨人時期 在我比較近代大家較為熟知的銀河艦隊時期和席丹時代 雖然席丹時代的紅馬締造了無數傳奇紀錄 不過其實那隻紅馬的雛形可以追溯到2013年 也就是BBC連線問世的年代 而這也是本集影片的重點 由意大利知名教頭Carlo Ancelotti開創的《席丹前傳》 2012-13賽季結束之後 Jose Mourinho離開紅馬 由Carlo Ancelotti接任總教練 並同時宣布席丹加入教練團作為助理教練 在執教黃馬之前 Ancelotti曾經先後擔任意大利豪門 尤恩圖茲和AC米蘭的總教練 也曾經執教英超切爾西和發甲的巴黎聖日爾曼 其中執教AC米蘭的期間更是帶領球隊兩朵歐冠 可謂是歐洲最成功的教練之一 曾經過去黃馬一年一具新的傳統 這年夏天黃馬已破紀錄的一歐五元 從英超熱四挖來了當年的英超年度最佳球員 Galas Bells 也讓他打破Cristiano Ronaldo 變成當時轉會費最高的球員 那時Bell在轉型成為高爾夫球選手之前 確實是英超第一人 不然也不會讓黃馬主席Florentino Palace Galas清點為C羅的接班人 除了Bell之外 Isco Nacho Cabahal等日後的球隊骨幹 也在這個夏天 一同來到馬德里 Ancelotti一上任 就把球隊從4231改造成為433的陣容 並將Benzema Bell和Cristiano Ronaldo 三人組成BBC連線 再加上Xabi Alonso De Maria Luca Modri 等中場核心 除了有效提升進攻火力 中場防守也變得更加穩固 全新的戰術與陣容為黃馬帶來 煥然一新的球風 不過可能是還在磨合的關係 後防線在上半賽季始終不穩 很難臨風對手 讓他們在西甲始終排在第三名 不過來到下半季之後 黃馬逐漸打出默契 迎來一次大爆發 在賽季中後段曾經一路衝上聯賽第一 雖然最終仍以聯賽第三名墮收 但球隊的實力已經明顯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 這年的西甲絕對是近年最精彩的一次 賽季結束 馬德里競技以90分的積分 力壓巴賽與黃馬兩大豪門 拿下這座睽違已久 得來不易的冠軍 接著把焦點移到西班牙盃 西班牙盃又被稱為巴賽的後花園 黃馬最難拿到的一座冠軍 過去10年巴賽拿下其中5次的冠軍 不過該季黃馬以一球未丟的姿態強勢晉級決賽 而決賽的對手就是死敵巴賽隆納 雖然只是西班牙盃的決賽 但只要是黃馬vs巴賽的對戰組合 永遠都是全球矚目的焦點 在決賽中貝爾踢出生涯代表作之一 比賽結束前再躲入傳球給3秒後的自己 用自己的速度碾壓巴賽的右後衛 從半場一路殺進禁區成功破門 幫助球隊以2比1擊敗巴賽成功捧杯 歐冠賽場上 紅馬先後淘汰了德甲第三、第二和第一的球隊 被不少網友戲稱為贏得德甲冠軍 有驚無險的進入決賽 而決賽的對手是另一隻同樣來自馬德里的球隊 也是當年的西甲冠軍馬德里競技 創下歐冠史上第一次在決賽上演 紅塵德比 這場決賽黃馬再一次逆天改命 幾乎從頭到尾都處於一分落後的被動局面 演算者馬進隨時準備拿下俱樂部第一座歐冠軍之際 93分鐘傷停古時階段 Sergio Ramos在小禁區頭吹破門 硬是把賽局拖入了延長賽 到了延長賽故事就跟前面完全不一樣了 由於戰術安排的問題 在延長賽階段馬進的體力嚴重下滑 直接崩環 Bell、Marcelo和C羅先後進球 最終以4比1完成逆轉 睽違14年再次登上歐洲之巔 成為第一隻拿下10座歐冠軍的俱樂部 另外C羅也以破紀錄的17球榮獲歐洲金靴 總教練Ancelotti 則是繼1981年利物浦總教練Bob Pasty之後 第二位在執教生涯3度奪得歐冠的總教練 2014陣逢4年一度的世界盃 很多球員因為在巴西世界盃的出色表現 引起歐洲各大豪門的關注 紅馬也不意外的再次大手筆的簽下 當年幫助德國拿下世界盃冠軍的Toni Cruz 世界盃金靴Harmes Larigas 和表現神勇的哥斯大利家門將Keller Navas 現在回頭來看這三筆前緣都是物超所值 Cruz和Navas更是西南時代冠軍拿到手軟的兩大功臣 2014年8月13日 憑藉著C羅的梅凱爾度 黃馬擊敗了歐霸冠軍賽維利亞奪得歐洲超級杯 雖然在一周後的西班牙超級杯敗給馬進 但後來還是順利在四聚杯登頂 也讓黃馬在2014年收獲四座冠軍 是俱樂部史上最成功的一年 Ancelotti的到來替黃馬在登上神壇前鋪好了路 沒有他的話大概也不會有之後的西安時代 Ancelotti的特點在於對球員的改造 和如火純青的應用 要知道當時的Modry在前一個賽季 才被媒體票選為年度最遭簽約 結果在這一年就成為黃馬四冠不可或缺的成員 不僅如此 陣容上的變動以及4-33戰術的確立 打下球隊未來五年的基石 然而經過2014年的大豐收之後 可能是因為冠軍拿太多所以有所鬆懈 球隊開始迅速下滑 在西甲西班牙杯歐冠接連被淘汰 三條戰線集體潰敗的情況下 黃馬在201415賽季四大皆空 一個冠軍都沒有 說巧不巧的是 隔壁棚的巴賽在賽季尾聲 再次拿出統治級的實力 一口氣橫掃五座冠軍 容登五冠王 也許是戰績上的對比 再加上黃馬本來就是 較為勢力冷血的俱樂部 即便是幫助黃馬立下 汗馬功勞的Ancelotti 仍在賽季結束被解骨 2015年修賽季動盪不安的黃馬 又做出令人驚訝的舉動 球隊宣布隊長Eker Casillas 轉至不超俱樂部波圖 轉會記者會 從頭到尾都只有Casillas一人出席 全程沒有半個黃馬高層露面 這裡不難看出當時 Casillas和球隊管理層的關係 已經降到冰點 而在訪問的過程中 Casillas也控制不住情緒落下男兒淚 宣布離開效力接近20年的俱樂部 聖卡西的轉會 也象徵著銀河艦隊正式落幕 黃馬確實是全世界 最成功的足球俱樂部 但一次又一次 把球隊攻成冷血趕走的情形 令人不禁感到心寒 雖然Ancelotti不幸被炒 但帶領黃馬睽違14年 再次登上世界之巔 等於是幫球隊打了一技強心針 此後不斷拉近 甚至超越與此敵巴塞隆納的距離 而他為球隊建立的陣容與戰術 也成為了日後黃馬 長期稱霸歐洲的重要基石 很巧的是 現在Ancelotti和席日子弟兵 Harmes Larigas 再次相距於英超的艾華盾 本季艾華盾 開季拉出一波七連勝 不知道這對師徒組合 還能在英格蘭足坦掀起 怎麼樣的風暴呢? 本季的影片到這邊先告一個段落 偷偷預告一下 下一節的影片就是 黃馬勿冠三連霸王朝的習丹時代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那就是我們開通Podcast的節目了 現在只要到各大平台搜尋 Travel追求就能找到囉 之後我們也會陸續製作 不一樣的題材更新到Podcast 和YouTube上面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想掌握最新的動態 也可以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最後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和分享 那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